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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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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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大菩萨了 这个是讲的一般菩萨 通会是说一般菩萨 就是普通的菩萨法门 不说做生 不起灭身 这以下呢 所说的这是大菩萨 就是摩河沙 无所作不起灭 这个境界 是出地到七地 出地到七地 登地就是摩河沙 就是大菩萨 我们在座的人 每一位同修 都是佛经里都收集的 你们过去身中 深深世世都修佛 你们也曾经供养 无量祝福菩萨 深深世世修行 就跟无量祝福前面讲的 共四伯一佛 现在还有歌音之谜 还推转 从前是菩萨 现在推成这个样子 太短了 那么换句话说 深深世世的修行 都不及格 都没有修到出地 这个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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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修到这个地位 如果你修到这个地位 纵然退转不怕 这个出行为是个戒心 决定不会再退下去 纵然退 他退到出行为 所以他叫威不退 这个地位是保证你 不会退下去 所以他才 两个二生七节 才能到其地 三个二生七节 成佛 这个是我们要知道 就是真正不容易 粗行为 是八十八平 净活断掉了 讲见思烦恼 净活八十八平 统统断掉了 这才是出行为的菩萨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深深世世 这个净活没能够断得了 这个世界很麻烦 没断干净 八十八平 断了八十七平 还有一平 这一平断不了啊 过来一生的时候 慢慢又震长 又震长到八十八平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麻烦大了 就眉眉断干净 断干净了 当然他就没有了 不会再震长了 只要你断不干净了 他会慢慢地又恢复了 又恢复圆杠了 这个事情麻烦透了 那么到粗地呀 这真是断无名震发心 说粗地断无名震发心 这是别教义 别教的菩萨 语言教义呢 粗注 粗注菩萨 断一平无名震一份发心 那么从此以后啊 他这个修行的方法 跟别人不一样 无功用道 我们佛门里常说 此处用不得力了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一用力就有足了 就不是无足了 那就是有起灭了 有所做了 那无所做 这无所做很难懂 以前 李老师给我们讲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举一个比喻 帆船 帆船的时候 行走的时候是靠锋利 那么快要到岸的时候了 我们把帆下下来 翻下下来 用那个柱杆 慢慢地撑 把这个船呢 撑到这个岸头 这个还是有足 还是有足 快要到岸边了 船距离这个岸边 差不多有这么远了 这个时候柱杆不能撑 这一撑的时候 船会碰到岸 把柱杆放下来 那个船自然文 他就说 这叫无作 这就是无共用刀 这个比喻很好 这个时候是无共用刀了 他用这个比喻 我们能想象得到 这是真的完全无作 无作 这个里面境界还有四十一个境界 你看 从粗度到等级 全是这样用功 这个用功的确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不但没有痕迹 连一点意念都没有的 所以叫无共用刀 所以叫无共用刀 这是最高级的修学法 这是最高级的修学法 与这个议程教义完全相应 所以这个这是尽量信 信是真信 就是六祖所说的 本来无义无 你要说我怎么用功 那还是有义无 你说我修禅定 那又是义无 所以这个印宗向六祖请教 他说五祖有没有说禅定解脱 平常给你们讲这些 那讲是当然讲的 可是六祖回答不是这个回答法 就是禅定解脱是二法 那不是说是二法了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就不是佛法 这个解释法 这是什么 完全是无共用道的解释 那么这个方法用不用 用为什么又是不二法呢 他不着相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他们功夫是这个用法的 不像我们着相 我们会起心动念 我们用功真的在用功 达不到他那个标准 可是诸位要想的 这要到地上菩萨才行 我们现在不是地上菩萨 如果也用他这个方法 那就糟了 你知道吗 那就坏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境界 是一个境界的做法 我们万万学不得 我们还是有共用道 这才行 这才不会落空 那么这是说的 这个无作 不仅仅是无作 其灭也没有 其灭就是生灭 其心动念 我们现在这个念头有生灭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这是什么呢 这是意识心 到他这个境界 这个意识完全控制住了 这就是他有甚深的禅定 般若知保护者观照 虽然还没有能够转世成知 那么七地菩萨差不多了 八地就转了 转阿赖耶成大元禁知 转阿赖耶成大元禁知 那七地菩萨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叫两句 两句 无所作生的出地 不起灭生的出地 他说一个前说一个后 当中散略掉 也可以说 从无所作到不起灭了 这是出地到出地的境界 不见到不生不灭 所以再进一步 就证无生法人 无生法人这是八地 那么你看《仁王经》里面讲无生法人 七地菩萨下评无生人 八地菩萨中评无生人 九地上评无生人 七地不启灭了 也就等于下评无生人了 八地到不动地了 那是真正正的无生法人 这个是粗症 粗症叫不起灭生 这个一段的意义很深 实在讲也很有趣味 我们虽然大不到 但是要小的 小的这个境界不迷惑 我们对佛法的修学 才能够真正做到断一身心 才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 人家怎么做法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法 不会被境界所转 这个功夫才能够得理 这个常常为外面境界所转 那功夫不得理了 没有用处的 所以学佛呢 理论 方法 境界 这三样都要清楚 有一样不清楚 都没有法子 都不能成就 这个三样真的像顶制三足 少一个它就会倒掉 那么你要这个三者居足 一定要深入尽藏 我们进途中金藏少 但是诸书详细 你像米陶金 虽然不多 这个廉池大师的 偶叶大师的诸解 那给我们讲的详详细细 明明白本 所以看这个诸解 就等于看极不不经典了 所以我们的确不必再找麻烦 首度这个诸书就够了 我们能不为近转就好 功夫就可以得力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